我们翻开传道书 传道书,我们从第四章开始 我们上一次有介绍传道书这卷书 这卷书,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相信有神 但是跟神之间,没有一个很深 没有一个深交的一个人,他所写出来的一卷书 所以,基本上他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人生 但是,因为他有从神赐给他的智慧 所以,他对于人生的看法都非常的透彻 可惜的就是说,他不是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里面比较缺少的就是对于救恩的认识 对于永恒的理解 所以,我们读这解书 我们就需要看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结论 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的启示不太一样 发现它的层次是比较低一些 但是,没关系 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的智慧 所以,这里面是讲到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人 他的人世间,所能够领会到一个最高的层次 就是这个传道书了 真正人生的答案,我们要进到下一卷 就是雅歌,我们才能够了解 前面三章 前面三章,基本上已经把传道书里面整个概念 大概稍微都有提到一下了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有看到 就是看到说,这个世界上都是虚空的虚空 人生是虚空的虚空 一切的事情,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是在那边循环 没有一件新的事情 然后,人就是好像在那边原地打转 甚至于连智慧,智慧也是虚空 因为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 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 第二章里面是讲到说,所罗门就是作者所罗门 他就用各样的方式,来寻找人生的意义 他先用喜乐,用享受来试试看 就发现了喜乐,享受都是虚空的 都没办法满足他 甚至于他自己发挥了很多的创意 也没办法满足自己 接下来他就发现,智慧人跟愚昧人 最后的结局也都是一样 两种人到最后都是会面临死亡 所以他就觉得说,智慧人到底与愚昧人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连智慧也是虚空 再下来,他又看到世界上的劳碌也是虚空 一个人在这个地上辛苦的工作 但最后,他的一切成果 都留给后面没有劳碌的人 让人家坐享其成 他说,这实在是一件很虚空的事情 虚空,NIV就把它直接翻成叫做meaningless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我工作了这么多 到处留给另外一个人,来坐享其成 这其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接下来他就讲到说 他第2章24节,这里有个小小的结论 人莫强如慈喝,且在劳碌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一个小的结论 到第3章的时候,又有一个结论 第12节跟13节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赛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 这也是神的恩赐 所以,他有好几处的这种小的结论 都是这样子,就是讲到人生就是这样子 最好就是,你享受你所中所做的这一切成果 你能够enjoy你的工作,这是最好的 除此之外,他看不到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第3章,这边就讲到说,一切事情都有定时 就是看到,好像春夏秋冬 这一切都在那边循环 一切事情都有他的时候 但是,当他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在那边循环的时候 他就感到说,这个神就是把我们放在其中 是干嘛?是受精炼 第10节,3章10节,他说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在中间受到受精炼 然后,到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第14节,有边有提到的 14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是要叫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里面 我说,会有中间有很多小的结论 就是讲到说,我们就是enjoy 你现在手中所做的工作,好好的吃喝 这个是他第一个最主要的结论 另外,他还很重要一个论点 就是,这一再重复出现的就是说 神让我们遇到很多事情 好的事情,坏的事情 是让我们做 就是,让我们猜不出来 以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好像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向着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所以,传道者,所罗门 虽然神赐给他,从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他自己承认 很多事情,他没办法了解 因为这是被神所隐藏起来的 所以,他说,面对这样的一个问号 人生的这个难题 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 这个是在整个传道书里面 我们会看到,这个论点会再三的出现 然后,第三章最后面,就讲到说 人跟兽、人跟动物有什么差别呢? 他看不出人跟动物有什么差别 到最后都死了 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没有神的人生 真的,人跟动物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今天我们就进到第四章了,继续看 第四章你可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算是一个段落 我们看一下,这个包裁一套 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讲什么呢? 这里讲到说,有人受到欺压 有人受到欺压,然后没有人安慰他们 这时候,他就看到人间的苦难 所罗门,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他在看人生的苦难 那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结论,第二节 因此我站在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然后,他发现,还有一种人比这两种人更好 因为他发现,死人比活人还强 然后,从来没有生过的人,比已经死的人还要更强 所以,这是所罗门的一个发现 这个论点跟约伯的一个论点很像 在约伯记,我们按照POP点 第10章18到19节 他说:"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弃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 约伯也是有这样的感叹 他觉得说,他如果当初没有生出来,更好 所以,他们两个都有同样的结论 约伯这个结论是从什么? 他是从他亲身经历的苦难当中,感受到死人真的胜过活人 所罗门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得到相同的结论 以观察的角度 所罗门他没有亲身经历到这种被压迫的痛苦 没有经历到人生里面这些苦难 以至于发出这样一个绝望的呼声 所罗门纯粹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 虽然很聪明 但是,他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个结论对还是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神使我们生出来 是有一个人生美好的计划,在这个生命上面的 有一个永恒的意义的 所以,他们这个结论是讲到说 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虚空 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 他们这个结论是ok的 真的,你生下来就知道经历这些生老病死 何必呢?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但是,如果你生下来之后 你这个人生当中 在这个人生当中,你认识神了 你得着神了 那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是丰丰富富的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跟你当初从来没有出生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神让我们同样的都经历了这一生 但是,这一生经过当中 我们有没有得着神? 那个是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彻底的改变 你日人生有没有意义? 就在这当中,就会显现出来了 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三节 所罗门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叹 就是因为他不够认识神的恩典跟求恩 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下一段 第四节到第六节 他这里,他会看到 他这里讲到又是虚空了 虚空,这种虚空是什么呢? 中文是说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 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色嫉妒 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所以,他第一个翻译就是说 我们因着成就而召来嫉妒 他说这个实在是虚空 既然你做了那么多 但是到最后就照理来别人嫉妒 英文的翻译 NIV,它是什么翻译呢? 第四节,就会帮我们读 And I saw that all labor and all achievements spring from man's envy of his neighbor This too is meaningless of chasing after the wind 所以,这个英文跟中文的意思 你看,就不太一样 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人是因为嫉妒而会做出成就来的 而且不是说某一个人 他是说所有的人 世界上一切所有的 All achievements spring from man's envy of his neighbor 所以,他发现说 人如果说没有被旁边的人激一下 这个人其实不会起来发愤的 都是因为看到别人好 所以,你心里受到刺激 所以,你才会起来发愤的 才会起来做一些努力的 他说,他想一想 这个实在是很虚空 很没有意义 meaningless 你就会想说 本来到最后有成就就好了 你管他,这个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但是,会不会是说 我们这个人做出什么事情 跟我们的动机 其实有很重大的关系的 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好事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要自私自利的话 那你那个做的事情的意义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一个好的 是一个高尚的动机的话 你所做的事情,就是真的有价值 但是,他现在所都能发现 很多人做一些事情来 都是基于一个很自私的 一个比较悲下的一个动机 所以,他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成果 背后其实都是不好的 这个不是很没有意义吗? 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 这边讲到什么呢?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什么叫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我们看到这个箴言 这个报告文上面有了 箴言6章9到11节 这边讲到什么叫抱着手 6章9到11节,他说 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再睡片时,打准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所以,抱着手就是懒惰的意思 抱着手在那边打瞌睡 所以,他说一个人在那边打瞌睡 就是在那边吃自己的肉 就讲到说,懒惰的人自取灭亡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人是满了一把,得享安静 还有另外一种人是满了两把,劳碌鼓风 这三种人,刚好是在一条线的三个位置 你看,左边这个极端就是懒惰人 懒惰人就会败亡 右边的极端,是满了两把,劳碌鼓风 辛苦的来工作 但是,虽然是赚了很多 但是也是失去很多 不如中间这个字叫做,满了一把就好了 但是,你可以得享安静 所以,所罗门在这边的论点是什么? 叫我们不要走极端 最好是走中庸之道 得享安静 满了一把,得享安静是最好的 这是他这几句话的一个论点 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这边是讲到什么? 这边讲到孤身一人的虚空 这边讲到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他就是很孤单的一个 没有儿子,没有胸 他却是在那边劳碌不停 但是,问题是劳碌不停还是怎么样? 他眼目不以钱财为主 第八节 Yet his eyes were not content with his wills 他的财富虽然很多,但是还是不满足 就拼命赚,拼命赚 他赚到一个地步,他后来转念一想 他说,我又没有儿女,没有亲人 我赚了这么多,到底是为着谁呢? 天天就这么辛苦 他说,这个实在是虚空 这是急重的劳苦 所以,这边是讲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 他只是孤单的一个人的话 他为什么需要那么辛苦的 拼命的人做工呢? 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地久节 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德美好的果效 所以,两个人互相合作 一个teamwork,做出来是很好的 当然同时,你们可以同时享受那个成果 然后,若是跌倒 另外一个人可以扶他起来 如果只是一个人跌倒的话 没有人扶他起来,就糟糕了 两个人同岁暖和 一个人独岁的话,怎么能暖和呢? 所以,他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若有两个人,便能抵挡他 三骨合成的神子不容易折断 最后,这12节 常常有人在结婚的婚礼上面,会劝勉人 就讲到说,一个人不好 两个人很好,就可以互相帮助了 三骨合成的神子不容易折断,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有神介入我们这个婚姻当中 除了丈夫跟妻之外,还有神在其中 那是三骨合成的神子,是最好的了 这个婚礼里面,常常会引用这一段神经 但是,所罗门在这里,它特别是讲到 就是说,有一种状况,他的感觉是很虚空的 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有一些一个人在那边,拼命的工作 但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分享他的成果 其实,有其他人可以继承他的成果,他也觉得虚空 因为,他辛苦工作了,交给这些 没有让那些坐享期的人来接受 他也觉得这也是虚空 但是,我这边就讲到一点 我前两天,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 有曾经讲过这句话 PowerPoint上面有写,英文这样写 讲说,No decision making when hold Hot,Hot是什么?是start,是停止 这个Hot,这个是头一个字母的,并在一起 H-A-L-T H是hungry,A是angry,L是lonely,T是tired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在饥饿的时候 不要做任何的重大的决定 当你在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做决定 还有,当你疲劳的时候,疲倦的时候,不要做决定 因为在这四种状况之下,做的决定 往往会做出一个错的决定 其实,我那时候刚讲完的时候 我那时候,因为前几天是在Facebook上面 我看到这句话,觉得蛮有意思的 前几天,礼拜天聚会 我就刚想到,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那个时候,我倒是还没有特别想到说 为什么在lonely的时候,不要做决定 Hungry的时候,不要做决定 大家知道,可以了解 因为肚子饿的时候 所以,有人就说,有个牧师他就说 他找执事们开会 都是找他们肚子最饿的时候开会 他们很容易冲破 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来开会 大家那时候,肚子正饿的时候 然后,牧师就说,我们聚集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印象 想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通过 那时候,因为大家肚子饿得不得了 就没有那个心多讨论 说,OK了,好了,都通过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很快的通过 但是,就是说,当我们饥饿的时候 我们就会常常做出一些很仓促的决定 不经过大脑 还有愤怒的时候,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我们可以理解 疲倦的时候,也会做错误的决定 这个当然是,都可以了解 疲倦,想睡觉的时候 OK,可以 但是,只要你脑筋一清醒 不行,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说lonely的时候,不要做决定? 谁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lonely的时候,不要说 no decision making 小时,说说看 我今天看小A给我的书 然后,她是说 当你渴望被爱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要找男朋友 好,然后呢? 然后,你可能就随便乱找 然后,可能自己搞大美 奇怪,这一点 这一点,我也想好久没想通 但是,女生好像很容易就想通了 好,其他还有没有谁,有看法 对于为什么lonely的时候,不要做 make a decision?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独立或者独自的过日子 你真的去找一个朋友 或者是结婚,或者是伴侣的话 也是会 我觉得还是会很寂寞 我觉得那个是他心里面一个真实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解决 不是说你 你随便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空虚感还是在的 而且那个婚姻也会被拖累的 就算,朋友我觉得那也没有办法长久吧 他不可能一直的去当你的电背、靠背 或者又要当你的牧师 又要当你的心理医生 要当你的情人 或者要当你的太太 或者要当你的先生 要当你的老师 我觉得那种是很辛苦的一种关系 那个人的 我觉得寂寞也算是一种残缺 也是一种好像心理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可能他某一方面不方便 是外在的 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很不方便 或者很同情 其实一个寂寞的人,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对,反而你讲得很好 所以,他说为什么 Lonely的时候,不要make decision 因为这时候,你就是寂寞 寂寞要找个办 万一找错了,怎么办? 找错了,后果更惨 对不对 虽然找到一个伴 但是,发现它跟你的心灵 其实距离相当遥远 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面 你的寂寞的感觉 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 大家都很有贵征 对这句话,很能够了解 所以当寂寞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 怎么样的解决我们内心的那一份孤寂感 请大家提供答案吧 好,KZ请大声 那这个祷告了,才神同在 对 那个,我们任何的答案在哪里? 在神那里 不是在人那里 圣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神啊,你创造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头,你创造了一个洞 只有你才能够填满这个洞 或者是另外的,有一个翻译是说 神啊,除非你在我的心里面找到了你的安息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安息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一段爱情很浪漫 或者是一段婚姻公主跟王子 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个都是我们一再的童话故事 但是,事实上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像我跟清辉是上帝的旨意非常清楚的 他认定我,我也认定他 因为上帝跟我们各自讲话 所以,我们认识了差不多四次 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就是见面四次以后,就决定结婚 结婚以后大概半年是非常甜蜜 可是到后来挑战比较多的时候 就开始格格不入了 因为这个出生的背景太不一样了 所以,处理事情的方式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那这一段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觉得说,你找一个人 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期待 我们真的有一个 以前我在台湾有一个妈妈 她讲一句话,讲得真好 那人的问题千千万 只有耶稣是答案 所以,一切的问题的答案 都是耶稣 人的办法,绝对是有问题的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是答案 如果神要我们要结婚的话 我们在结婚之前 就应该以耶稣基督为满足 今天有好几位单身的姊妹在这 你们要听阿姨这一句话 你不要以为结婚会满足你的心灵的孤单的需要 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 那是非常难的 你要找一个了解你 然后可以一直的听你 然后安慰你的 很少,真的是太少了 也许刚刚结婚不久会是这样 到后来他也不耐烦 人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上帝 因为只有祂最了解我们 所以,不要把梦想建立在人的身上 也不要把自己的困难 请人来帮助你,做你的答案 那个是错误的一个方式 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那时候念研究所 我那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有一些女留学生 刚去那边的时候,看起来都很正常 可是到那边大概是半年,一年之后 都变得很奇怪 什么样的奇怪? 就是非常的lownly 然后就非常的,好像是无头苍蝇 整个人都有点变了 看到那个男生的态度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以前看起来是很正常的 后来,怎么搞的 好像对男生有一种特别的需要 我就觉得说,奇怪 之前之后,我怎么搞的 差别很大 而且这不是只是一个两个 很多人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 就是说,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 他里面整个心态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个时候,他们做出的一些决定 往往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基于想要满足他里面孤单的需要 他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 所以后来也闹了一些事情 在留学生的圈子当中 所以,真的是,当你lonely的时候 no decision making 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一定要先到主这里来 你要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 要跟主一起做决定 主啊,你来帮我做决定 主啊,你要先安抚我里面的不安的情绪 要先从主那边得到满足 然后,甚至你说 主啊,不管怎么样,往东往西 继续一个人走 或者说,再跟谁交往 主啊,我都放空档 主,你来决定 你可以这样子的话 你去中国有一句话说,无欲则刚 这时候,你才可以 可能做出一个对的决定 刚才我们的重点都是放在 这个交男女朋友和婚姻的上面 但是事实上,他不是只在讲这一方面 我们还记得吗 主耶稣猜浅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 是怎么猜浅的? 两个两个一对 到后来他猜浅七十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怎么猜浅的? 把两个一组去传道 所以,我们如果为神做工的话 神喜欢我们是两个人 两个人这样子配搭的去做工 你方两个人要去参访 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在旁边 为讲的人祷告,为听的人祷告 那轮到这个人讲的时候呢 那本来讲的人也是要在旁边为他祷告 为讲的祷告,为听的祷告 一人追赶千人 二人死万人逃跑 这个战力啊 这个战力是十倍哦 还有我们主耶稣讲过 他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祷告 奉主的名,向天上的父同心地祷告 父就一定赐给你们 不要做独行侠 在信心的道路上,有同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十三节到十六节,这边是讲到什么呢? 这边又讲到最后一节 他讲到虚空,也是捕风 所以,这一段是讲到权威的虚空 权威的虚空 有一个少年人,胜过一个年老不肯纳见的愚昧王 所以,他虽然是以前在监牢里面 而且,本来也是贫穷的 但是,因为他有智慧 后来,一切的老百姓都跟随他 所以,他后来取代了老王,起来做王 但是,虽然是这样子 之后的人,却是洪水轮流转 后来他又被,后来的人又唾弃了 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说,权威也是虚空的 真的,我们今天看政治上,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你真正能够掌权多久呢? 到最后还不是都下来了 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 这里只讲一点,他说这里,英文的第十三节 Better a poor but wise youth than an old but foolish king 这个foolish king怎么样? who no longer knows how to take warnings 他已经不再能够知道如何去采纳人家的警告了 所以,当一个人不再能够知道采纳人家的警告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个愚昧的人 这个是第四章 我们现在见到第五章 第五章,第五章一到七节 一到七节,这段重点是 这边有讲到虚空 第七节有讲,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 虚幻这个原文跟虚空是同一个字 就是其中都有虚空,你只要敬畏神 所以,这一段可以说,多梦跟多言的虚空 这里说 一到神的宴,要谨慎脚步 因为敬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敬前听 要多多的听,慢慢的说 亚哥书1章19节,这边说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跟人之间是这样子,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不是,看他一开口就讲一大堆话 讲完之后,阿门,然后就跑掉了 不是,我们好像这样子跟神沟通的话 就好像是你电话拿起来 跟对方,不要跟你爸爸讲话 然后电话一拿起来,就开始讲 讲完之后,爸爸还来不及回答 你就再见 把电话就挂上了 这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是在那边讲 但是你没有留意听 传道书这里讲,他说 你要敬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那个时候是神在天上,人在地上 但现在神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原则倒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先留意的听 先来 那你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神对我说话 我也很少 但是,这个所谓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祷告 我祷告的话,有时候说 我里面有一些需要要跟神讲 有一些需要要跟神讲 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 反正就是来到神面前,清清楚了 这时候,你要祷告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就是照着一个历史的祷告 先为什么东西带祷,再为什么东西祷告 但是,最好就是说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先安静,先清净 清净 清净主之后,神会引导我们说 你现在先为什么事情祷告 然后,接下来,神会再感动你为下一件事情祷告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参加祷告会的话 这就是一个操练 我们每次一祷告,我们一定要先安静 在神的面前安静 然后,随着圣灵的引导 一件一件的,把一些该祷告的事情祷告出来 如果没有神的引导 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祷告的时候 祷告有时候觉得说,祷告的有点枯干 觉得用自己的力气 但是,如果是神引导你 然后,突然这个时候你觉得说,应该要为谁祷告? 为哪一件事情祷告? 你那时候祷告,你就觉得说,很有神的同在 那时候祷告起来就不会累 而且,祷告完了,非常的喜乐 所以,这个是祷告的一个原则 这边,所罗门说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先听,然后再祷告 这个用在我们今天来说 这个也是很贴切的一个劝导 但是,他这边也讲到就是说 多梦、多言 这个里面是很多是虚空的 所以,我们安静一下 在神的面前,要学习敬畏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这是历史上的人物 他教导这个祷告 他也写了一本关于祷告的书 他第一句话 他说,祷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要先遇见神 你要先跟神面对面 就是你要先感觉到神 是在祂的面前 in His presence 你要先感受到你跟神 你知道神的同在 然后,渐渐的 就像刚才清辉所讲的 就是,你就知道要先为什么事情祷告 然后再为什么事情祷告 我们可以想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孩子 他出门到外地去求学了 那父母亲真的很想要听到他的声音 很希望他能够打电话回家 报一个平安 然后讲一下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听不听得懂等等这些事情 这是父母亲所关心的 可是那个小孩子平常不打电话 他如果打电话 一定是要钱 我需要交学费又增加了 我需要买书了 我又需要干嘛干嘛 要添购一些东西了 报告完了以后 还要说 请把这些钱在多少天之内就寄给我 因为我这边非常的急 那父母亲就赶快去帮他寄钱 那到了下一次 得了好久以后 到了下一次 又来了 他说 妈,我现在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又是需要钱 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 平常不祷告 一祷告就是要钱 就是需要帮助 需要上帝帮他解决问题 那我们想一想 上帝会不会非常的失望吗 因为他 他对神就是有所需要的时候 他才来找神 神就是他的提款机 如果父母都会难过 更何况上帝呢 上帝付那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 结果我们只是成为一个只会要钱的小孩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的神 天三的牛 外三的羊 都是他的 他很愿意供应我们 他也很有办法供应我们 但是他像我们所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爱他 我们care他 我们非常的宝贵他 我们很喜欢跟他在一起 上帝就是最需要的是这个 所以当我们先满足神了以后 我们先求他的满足 我们先讨他的喜悦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其他的这些 他就是很自动的会加给我们 就是很可惜啊 我们对上帝的眼光是很短浅的 是非常的低的 是非常的狭窄的 我们就是看那些所需要的东西 远远超过上帝的本身 这些所需要的这些小东西 是更重要的 比上帝自己还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一种错误的态度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八节到第九节 这段我不知道才应该要怎么样解释 因为很多解经家也不知道 特别是第九节 放在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但是,第八节是讲到 你看到有人受欺压,不要讶异 因为有一位居高位的在那边见察 而且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Anyway,好像是讲到说 你不要太感到震惊 这个差异应该是翻成震惊 重点,我看第十节以后 第十节以后到第十七节 第十节到第十七节 这边讲到是富有是虚空的 钱财的虚空 富有的虚空 为什么虚空呢? 第一个,因为人永远没有满足的 你再赚再多,你都不会满足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虚空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眼看而已 货物增添,使以解,吃的人也增添 物主得着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 第三个,睡不安稳 钱那么多,钱越多,睡得越不安稳 我一个同事,他做agent realt agent 结果他就观察到一个现象 有的人住豪宅 结果,外面也是铁栏杆装一大堆 好像住得越豪华 他发现,里面好像越不安稳 反而倒是那些住的小房子的 睡得还比较安稳一些 根据他的观察 所罗宾也这么说 他自己是最富有的 看样子,他可能也睡得不太安稳 第四个,有的人因着财富,反而是要来摘货 你没什么钱,没什么摘货 但是你钱财越多,本来会引来摘货 以至于到最后,你离开这个世界是两手空空的 不管你赚再多,还是空手离开 这不是很虚空吗? 最后,第17节 他说,他终生在黑暗中吃喝 这个黑暗,黑暗就是讲到烦恼 他终生在烦恼当中吃喝,就是度日子了 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 所以,这个让人就看见富有也是虚空 富有也是虚空 第18节到20节 这边又是一个小节了,小的结论 这个小的结论 所罗门一再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生 人在神赐给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 神世人之才丰富,使他能以适用,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 20节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硬他的心,使他喜乐 这边,20节 NIV这么说 He seldom reflects on the days of his life, because God keep him occupied with gladness of heart 这到底好还是不好? 他说,所罗门说,这样的人是有福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幸福了 他所想到最幸福的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人,他一生当中,他不需要多去思想他过去怎么样 他这一辈子的日子如何? 因为,神让他的心被什么东西充满? 被快乐所充满? 所以,他就不多思想他的人生如何? 这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其实不太好,不是不太好,很不好 我们看看诗篇第九十篇 诗篇第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诗歌 这里有这么说了,刨风上有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所以,摩西所感受到的也是虚空 但是,他下面怎么说? 他下面做一个祷告,他说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我们讲到神了,神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我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传道书五章二十节 说那个人,他不多失恋自己一生的年日 但是,摩西却是祷告神了 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什么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像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这一句话应该怎么解释? 什么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 有谁可以解释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就是数算说,我今年是几岁了? 我离我的生日还有几天,是这样吗? 小恩是说,是不是数算神给的恩典? 小C是说,是不是数算属灵的日子? 很好 小C,你说数灵的日子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够活在神里面的日子 对,他讲得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要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哪些是白活了? 哪些是跟神根本无关的? 更糟糕的是,哪些日子是神所恨悟的? 是积蓄神愤怒的? 我们就是来检视我们这一辈子到今天为止 我们这一辈子所过的生活的品质 到底是什么? 多少时间放在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事情上? 又有多少时间是放在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上? 我们真的是这样这样子 如果我们会这样子检讨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 我们就已经得到智慧的心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的一生是怎么过的? 上帝有一天要来跟我们讲的不好听 就是算账,就是来数点 一天一天的这样子算 所以,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对,刚才小师姐讲的说,数灵的日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 在主里面的日子 对,因为属灵的日子跟一般的日子是不一样的 只有活在主里面的日子 是上帝跟我们一起过的这些日子 将来才能够存到永远 那个才算数的 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 有些日子,如果是都被仇敌、蝗虫、马杂吞吃了 那些日子,在神面前都是不算数的 只有真正的跟随主的日子 那些日子才算数的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了 但是,我们属灵的年龄可能只有两三岁 到底我们有多少日子,在神的面前是算数的? 所以摩西就要求神,赐给我们有祂的眼光 让我们用祂的眼光来反省,来回顾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到底哪些日子,在神的面前是算数的? 我们知道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才会得到智慧的心 现在问题是,你看到所罗门他所讲的这个 他所认为最幸福的人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神硬他的心,使他邪乐 神让他的心里面被occupied 被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这种快乐 他就觉得,我人生已经非常幸福了 我就不用多想一些别的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说 他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的一生 他过得很快乐是没错 有价值吗?在神的面前看的吗? 如果再从神的眼光来看 你的快乐都是为自己活的话 那你到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是非常平静的一个人 所以,你看,所罗门在这边所做的一个结论 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这就是讲到说,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没有神的人生,最好就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章 第六章,头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就是说 有福,无法想得虚空 有人什么都有,知才丰富尊荣,什么都不缺 有一百个儿子,活了许多岁数,什么都好 但是,这些福乐他却没办法享受 没办法享受 而且他说,反而有外人来吃用 他说,这个是虚空 这样的人,他说他没办法享受到他所拥有的那一切 但他说,据他看,不到其而弱的,比他倒好 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虽然拥有了很多,但是自己享受不到 那是没有用的 第七节到第九节 这边讲到人心不知足的虚空 人的劳碌都是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 虽然辛辛苦苦的,就是要赚吃的 但是,心里头却永远没有满足 好像永远吃不饱这样子 第九节这边说 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 我的领会是说,就好像我们有一个proverbs 有个谚语说 一鸟在手,胜过树上的二鸟在灵 可是,所罗门说 你即使抓到的这一只鸟,又是虚空 所以,眼睛所看的 眼睛所看,至少你可以看得见的 心里想的,其实都还是虚无缥缈的 看得见的,比虚无缥缈的要好 但是,看得见的,还是会让我们虚空 好的,只能这样解释了 七节到九节 好像感觉上,它是在讲 人心不知足所造成的虚空 智慧人、愚昧人,大概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在看第10节到第12节 先前所有的朝一起了名 之前,现存的东西都已经有名字了 不需要你再取名字了 你也知道,人是怎么回事 人就是有他的限制 不能与他力大的相争 就不能跟神相争了 11节 加征虚服的是几多 与人有什么益处呢? 英文倒是很有趣 11节 The more the words, the less the meanings 什么叫? The more the words, the less the meanings 这句话非常有哲理 为什么词句越多,意思就越少? 我就马上想到老子说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因为以前,我们的国文老师就说了 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 一个东西,如果你讲得出什么东西来的话 你就没有真正讲出它的原味 但是我不晓得让他这样解释是对还是不对 因为我后来google了一下 好像这句话又有别的方面的解释 但是anyway,the more the words, the less the meanings 这个东西,你用越多的字眼去形容它 它的意义就越少 谁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能够解个例子吗? 小西说 我想到好事做多,讲出来意义也没有 不错,小西的观点不错 很好 小恩回答说 他说,天约密语讲多了 整体的意义就变连下了 这个也很对 这个话整个一大堆 那是里面实质越来越贫乏了 这个很好 我想这样子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来体会的 想象好像一幅画 这一幅画,你如果不解释它的话 它可以有很多种意义 你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 但是,你给它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它的意义马上就被限缩了 你用更多话来形容的话 它的意义就更被限缩了 所以,the more the words,the less the meaning 本来不解释它的话 有无穷的想象的空间 但是,现在用有限的话语来讲它的时候 就把它无穷的想象的意义的空间 就给它简缩了 这句话放在这边,是有什么意思? And how does that profit anyone? 这话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中文的翻译是说 加征虚服的是忌多 这语言有什么益处? 虚服在原文也就是虚空的意思 传道书里面,虚空这个字 大概好像出现了37次了 但是,在中文里面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翻成虚空 绝大多数都是翻成虚空 但是,大概有五处不是翻成虚空 第六章里面就有三处 一个是第四节,虚虚而来 这个虚虚,原来就是虚空的意思 然后,第十一节,虚服的是 这个虚服也是虚空的意思 还有第十二节的虚度的日子 这个虚度也是虚空 所以,传道书里面 大概37处的虚空里面 中文只翻了32个虚空 有五处 第六章里面有三处 翻成别的字眼 加征虚服的是忌多 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一句话 约伯,约伯记38章第二节 那时候,耶和华显现了 他对他们说 说什么?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呢? 所以,约伯的许多的朋友,三个朋友 用许多的话来诠释神在约伯身上的作为 结果越解释就越不对 越离谱 越离谱 所以,反而把神真正的旨意 变得暗昧不明了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用很多的话 结果确实把神的旨意弄得暗昧不明 The more the word, the less the meaning 结果,这个对人就没有造成什么好处了 12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如影而经过 这个也是虚空的日子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这个地方又是讲到传道书里面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讲到,我们对于身后的事 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人生就变成虚空 人生就变成虚空 这个是传道书里面,一再出现的一个观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传道书里面 你会不会觉得他的思想都是灰色的? 灰色的,负面的,消极的 灰色的,负面的,而且是消极的 你看看,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够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你看他所关注的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事 所关注到的就是这些人间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已经过世了 人间在发生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哎,可是所罗门竟然会觉得 哎呀,这个这个就很可惜啊 然后才觉得是虚空啊 我们离开了这个地球 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 这地球它怎样了又怎样了 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那我们到底有关系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地球的结局啊 这个结局之后 那个新天新地 那才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今天在这日 所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你看,你看到所罗门 荣华富贵一切 九色财气 全部都享受静静了 但是他只得到一句话就是虚空 因为他没有上帝的计划的认识 他不知道人活这一趟 经过生老病死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通通不知道 所以他就在这些人的生老病死当中 去找一些智慧,找一些意义 而结果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哎呀,你就是要工作啦 你要工作的话,你就享受吧 你享受了以后,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人生观 出自一个全世界最聪明的君王的口中 所以他所有的所谓的智慧 也就是这些今生的观察而已 那最后他自己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我们越看传道书 我们就要越感谢神啦 我们真的是要越何等的感恩啊 他抓不到目标,他抓不到意义 可是我们知道目标是什么 我们知道意义是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周围的环境中 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都是让我们去转向神啊 转向神啊 像我现在非常的可怜那些叙利亚的那些孩子们 因为反对军,他们找不到人了 就找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去当兵 然后那个枪比他还高 那个枪那么重 他怎么飞啊 小孩子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要去上战场 然后看到同伴被射杀 多可怜啊 你如果真的再去看这个世界的话 你绝对没有快乐的 你绝对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 你要么就是羡慕人家吃好的穿好的 你要么就是可怜那些 怎么会这么惨啊 这世界没有快乐的 这世界没有意义啊 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啊 这世界没有价值啊 他给我个什么啊 然后你看他说 第六章 他这个人有资财,有丰富,有尊荣 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 只是神使他不能施用 他心里想的都有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享受它了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了 假设一个人呢 拼命的打拼,省钱 吃的很节省 为了就是要存钱存钱 好了 存的钱买了大房子了 买了车子了 然后现在可以来享受了 结果发现中风啊 心脏病发了 躺在这个家户病房 他当初心里所愿的都达到了 可他现在不能去享受了 反而有外人来吃 就是那些不相干的人来 分他的打拼所得 对了,对这个人来讲实在是很虚空 白忙一场 然后所做的就是为人家做的 但是很可惜 如果这个人他认识神 他就不会这样子为心所愿的 这样子去打拼了 如果他是为了神 他的打拼是为了神的国 那就有一点意义 他自己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节省 然后存了一些钱 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孩子 现在那个台湾的新闻上 有好几位 一个是老农民 一个是一个清洁工 那从前是一个菜摊的一个女士 她们就是自己省吃俭用 结果捐了好多的钱啊 给那些贫穷的小孩子去读书 那这个是算是他的人生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 那这个就是说还算可以啦 可是我们有更高的价值 我们有更高的人生观 我们今天如果一切所打拼的 所努力的都是为着神的话 那我们的心会非常的满足的 真的 如果我们省吃俭用 存下了一些钱 我们去帮助那个偏远地区的传道人 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好一点 哎呀 那他们生活好 比我们自己生活好 更让我们快乐啊 了解吗 这是一个不同的心啊 这个人 照着他的心愿 资财 豐富 尊荣 都达到了 都达到的时候呢 进了家户病房了 全没有办法去享受了 所以虚空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省吃俭用 我们存了一些积蓄 我们去帮助一些偏远地方的 那个贫穷的传道人 我们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好让他们在那个偏远的地方 传福音更有力量 你想想看我们的心会多么的快乐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在后面做资源 做后勤的资源 让神的福音能够在那个地方 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能够传开 这个满足是何等的大 这绝对不是那个吃好的 住好的 然后用好的穿好的 能够比得上的 所以今天一个在主里面的人生 跟一个不在主里面 即使他是相信神的人是差别 真的是天与地之间的巨大的差别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如果读传道书 你发现他有一个结论 你一定要想在新约的光之下 这个结论对不对 在新约的启示之下 这个结论是缺少了什么 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 免得你也跟着他一样变成灰色的人生 比方说他们画家画画 他喜欢用黑暗的背景 为什么? 因为他要画一个钻石 他要画一个很亮的东西 所以他用黑的背景 那今天我们是用了一个灰的背景 那我们要去找出 那么他是衬托出来的那个钻石是什么? 就是新约的启示 新约的价值观 新约的计划 新约的盼望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是读传道书就有说过了